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与凤行16分钟预告片点燃观众热情 赵丽颖霸气撩汗 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电视剧与凤行 将于2024年3月18日登陆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并在腾讯视频、芒果TV及北美同步播出 这部仙侠剧不仅因为豪华的演员阵容吸引观众 更因为它是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原著以及独特的仙侠爱情框架和跌宕起伏的剧情 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 3月16日 芒果台发布了16分钟的仙导片 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在仙导片中 赵丽颖饰演的沈黎 展现出了她作为魔戒必仓王的骄傲与坚韧 而林更新饰演的《行指神君》 也显现出其超凡脱俗的气质 两人的再次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的播出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赵丽颖和林更新曾经在电视剧《楚桥传》中合作过 该剧正好也是在芒果台播出 既叫好又叫做 在仙导片中 赵丽颖霸气撩汗 展现了自己的阳刚之气 林更新则显得有些娇媚 带一点阴柔美 她还调侃地说 你养我阴 相处愉快 与凤杭的故事框架基于仙凡恋的经典设定 讲述的是魔戒必仓王沈黎与神界行指神君之间 跨越三界的爱情故事 沈黎作为魔戒贤猪而生的王 拥有着非凡的绅士和强大的力量 而行指则是神界最后一位真神 他们的爱情注定不会平凡 故事中 沈黎为了逃避政治联姻 从九十九重天坠落到凡间 与行指神君在凡间相遇 这段凡间的经历充满了乐趣和波折 沈黎在凡间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和行指对她的帮助与照顾 不仅让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也让观众看到了他们性格中的不同侧面 与凤杭的剧情不仅仅局限于甜蜜的爱情 还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虐心的别离 沈黎的逃婚 两人在凡间的相识 神魔之战的爆发 以及沈黎为了救行指而牺牲自己等等 这些情节都充分展现了爱情的伟大和人物性格的坚韧 大部分的仙侠剧 打架不需要大动干戈 演员之需要用手笔划几下 后期就会做上炫目的特效 而与凤杭有很多动作戏 赵丽颖提前好几个月进组 跟着老师一起学动作 学棍树 她的动作细迹轻盈又有力 特别养眼 赵丽颖饰演的沈黎 是魔界贤猪而生的必仓王 性格鲜明 敢爱敢恨 赵丽颖的演技一直以来都备受观众认可 她在预告片中展现出的沈黎的傲气和坚毅 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角色的魅力 林耕心饰演的行指 是神界最后一位神君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到 林耕心将行指的清冷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在剧中的表现值得期待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 宇凤航的先导片虽然只有短短的16分钟 但她所展现出的精彩内容和制作水准 已经让观众们迫不及待了 相信等到3月18日正式播出时 宇凤航一定会成为年度最受瞩目的电视剧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